如果只看原生形态 你知道新生代奥特曼中谁的实力最强吗 众所周知 新生代是外挂横飞的一代 几乎每一位奥特战士都有各种各样的借力方式 也正因此 其实新生代奥特战士的实力并不好判断 毕竟借力之势本身就没什么上线 谁也不好说他们下一次会借用谁的力量 那么今天我们就抛去新生代的外挂门里 只看初始形态谁的实力会更强呢 事前说明 以下排名并不计算合体终极奥 第五名 泽塔奥特曼 这应该算是新生代中热度较高的一位选手吧 也是所有奥特曼中第二个获得星云奖的作品 霍狐 第一个是迪迦 从泽塔的剧情上来说 这是一部十分优秀的特射剧 但从实力上来说 泽塔的实力只能算是中规中矩 特别是原生状态下的泽塔更是没有什么突出的战绩 第四名 泰加奥特曼 这是一部让呆毛十分意外的作品 在泰加还没推出时 呆毛以为在奥夫与泰罗的光环加持下 泰加应该会有不错的反响 但泰加的人气似乎并不理想 而纵观泰加原生的战力 也就只能在新生代中还算不错 不管怎么说他父亲也是光之国的教导员 第三名 银河奥特曼 这是一位身份十分神秘的奥特战士 与其他奥特曼不同的是 他的出生地是在未来 此外 银河的一切设定都是未知 就连身高都是零到无限 可以说银河是一位没有上线的未来战士 也因此 很多人把银河放到了新生代第一人的位置 不过纵观银河在剧中的表现 呆茂认为把他放在第三名是比较合理的 第二名 欧布奥特曼 与其他新生代不同 欧布是一位年龄古老的奥特战士 其本体很久以前就以光环姿态隐藏在武林行星的战士之巅 而放眼所有的新生代 欧布的原生状态绝对是数一数二的存在 即便是没有借力的状态下 欧布也能与大部分的怪兽进行战斗 毕竟他是为数不多原生就拥有武器的奥特战士 第一名 杰德奥特曼 这绝对是新生代原生中的最强战士 究其原因还是因为他有一个实力强大的父亲 要知道贝利亚的基因可不止拥有奥特曼一族的力量 更是融合了雷布朗多星人的战略 在两种力量的加持下 杰德的原生状态还是很强的 巅峰时 曾在暴怒状态贴脸击败了加拉特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